接下来在这个蔬果区 种上两颗水果黄瓜 这个水果黄瓜最近比较的流行 它和普通的黄瓜的区别在于 它的这个表皮是没有那种刺的 更加的光滑 然后吃起来的话更加的甘甜 说实话我没有吃过 所以我决定自己种上两颗 买的苗已经到了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水果黄瓜对花盆材质 没什么要求 但是对大小就有要求了 因为它是会迁藤的 株形会比较的大 所以如果用稍微大远的盆来种的话 株形大了它结的果就多 如果用的盆小了 它结的果就会少 我就用这个口径32厘米的 这个控根盆来种 应该差不多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水果黄瓜对土没什么要求 大部分的土都可以种 但是盆栽的话 最好用这个透气排水性 比较好的土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苏果土种 再把这个黄瓜拿出来 这个黄瓜运输了几天 都有点粘了 得赶紧种下去 主要是它这个根的话 也没有给它保水处理 就直接是这样就要弄得来了 五颗 种两颗 让两个稍微好一点的 中间挖一个坑 把它埋下去就可以 再给它浇一下定根水 因为这个盆比较大 只需要把这个苗周围这一块土 给它浇湿就可以 浇好定根水 再把它们搬去灌苗 把它放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 缓个三五天左右就可以 你别看它现在这么粘 我相信它很快就会停起来 谢谢大家 任主属 走